中电磁云山高压供电系统 深夜一度电压爆缸 九龙新界多区电灯闪射 有百计中运轻报告 加拿大全面撤销中国入境旅客的新冠防疫限制 英国政府和主要医护工会就改善申筹待遇达成共识 工会暂停工业行动 各位早晨,阿临可盈 九龙和新界多区受到电压罩钢影响 住户的电灯闪射 消防也接获超过100宗运轻报告 中电人员在磁云山沙田坳道一带山头巡查 据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 昨晚11点26分到零时6分 位于磁云山的40万伏特高压供电系统 曾经錄到电压罩钢 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 而有磁云山的居民报警 说看到远处有电塔着火和传出爆炸声 消防处置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 昨晚因电压罩钢 引发多宗有人被困升降机和火警钟响的事故 无线电视记者冯绍浩报道 西湾可发生交通意外 一个白白过马路的时候怀疑被货车撞上 涉事的中营货车车头有粒陷 警方说清晨6点多 涉事货车沿着爱顺街往外秩序弯道方向行驶 去到台岸街交界的时候 怀疑撞到正是横过马路的87岁白白 白白的头部倒地受伤 又救护车送去东区医院救治 货车司机在场协作警方调查 葵冲葵方角的爆洩和谋杀案 据了解 疑空因为赌波欠债被逐出家门 19年参与反修例示威 在社交平台声称无居所 获不相识的女人 安排入住她妈妈葵方角的住所 疑空相信潜逃到日本 警方寻求国际刑警协助 星期二晚葵方角爆洩和谋杀案 消息说63岁女死者 家里不见了一批财物 初步怎算有钻石和金色 约值十几万 经过连日追查 警方掌握疑空身份 据了解 男疑空曾经因为赌波欠债二十几万 并偷取家企财物等被逐出家门 19年参与反修例示威 在社交平台声称无居所 获不相识 留学英国的女人 安排入住她妈妈在葵方角的家 而那个女人的妈妈有邻居的锁匙 怀疑疑空拿走去爆洩 但邻居女护主突然回家 有人用铁笔攻击对方头部致死 据悉疑空事发之后潜逃到日本 警方已经向国际刑警寻求协助 不过消息说 国际刑警只是各地执法机构 在国际间的情报及交流平台 即使已经就个别犯人作通报 仍然需要由当地执法机构展开拘捕 而根据2009年本港和日本签署的 刑事事宜商户法律协助协定 提及如果港方向日方发出请求 日方会提供协助 包括取得证供 物品 追寻或辨认有关人士等等 不过两地没有就宜交逃犯 签署合作协定 保安局前局长黎东郭就说 仍然有机会将他献换回香港 这个可能就要跟对方 大家商量过才知道 有没有任何可得逃 来动国重申 任何罪犯 不要以为潜逃来港 就可以逃避法律责任 强调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警方必然会缺拿他归案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广深港高铁不设棋位 乘客要对号入座 有立法会议员和经济学者认为 应该增设棋位 以及容许持票乘客登上任何班次 以提高基建效益 在内地搭高铁或者动车 大部分短途都持有棋位 就好像搭地铁一样 当班次接近满座 乘客就可以减败这类无助票 买站票的话 可能就是比较着急才会买站票 一般的话都不会买站票 主要原因就是孩子想坐 站着比较辛苦 我也买过那个站了四五个小时 但是因为我是想着中间能够有空位 能够坐一下 但是想不到有一些多人的时候 每个站上的人都进门都是满的 至于棋位和宜等座的价钱一样 以广州东去深圳为例 都是79.5日文币 不少民众都说价钱不是考虑因素 港铁2019年也都曾经研究高铁设棋位 车飞也都可以不用搭指定班次 但遇上疫情最后各自讨论 前九铁主席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 易后福尚是适当时机重新研究 我觉得短途是可以的 只不过他们上面就落实了很久 但是港铁港好像没轮到我们有这件事 那港铁港要发挥我们一千亿的投资 最大最大发挥的效果 就是可以将它坐满人 现在说的是站满人 有学者也都认同高铁地铁化 可以大大提升短途列车的乘客量 他亦都建议推出高铁月票 吸引频繁跨境的人搭 无线电视罪广州记者邓杰盈报道 加拿大全面撤销 由中国入境旅客的新冠防疫限制 加拿大卫生部门在声明里面说 近日新冠疫情缓和 决定由冬地星期五开始 免除坐飞机由中国入境的旅客 出示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包括港澳地区 加拿大和多国是在一月向来自中国的旅客 实施相关规定 今个月初开始 美国等的国家已经先后取消限制 英国政府和主要医护工会 经过大约两星期谈判 终于达成共识 超过一百万个医护人员 薪酬获改善 包括加薪百分之五 最少三大工会同意有关协议暂停工业行动 现在新协议有待工会成员表决痛过 英国政府和多个医护工会 就申筹待遇达成协议 有望为工潮降温 减轻医疗体系的压力 手上新卫城之后 到伦敦南部一间医院 探望医护人员 与医护工会完成谈判的卫生大臣柏健希也有同行 新卫城说 对双方达成协议感到恩惠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 英格兰国民保健处大部分员工 包括护士和救护车工作人员 由下个月起计 2023年至2024年度获加薪百分之五 同时获一笔过追加相当于2022年至2023年度 薪酬百分之二的酬金 金额由1655英镑 至到大约2400英镑不等 协议为及超过100万人 包括非工会成员 但由于医生是以不同的合约聘用 因此有关安排并不包括医生 今次工潮源于通胀高企 能源和粮食等价格上涨 去年10月英国通胀高大11.1% 是40年来最高 到了今年1月降至10.1% 但仍然是双位数 多个工种都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 应对百物腾贵 新卫城说 今次和医护工会的协议 是纳税人能够负担 他也承诺会致力将高通胀压低一半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说最大的三个医护工会 都支持有关协议 鼓励成员表决通过 部分工会仍然不满金额 未符合需求 不过会让成员就协议投票表决 工会暂停工业行动 目前仍然有其他行业的工会 仍然继续发起罢工和示威 例如运输工会表示 星期四和星期六 全国铁路网络再有工业行动 新卫城呼吁其他工会 访效医护工会和政府谈判 不要再进行罢工和示威 无线电视机者陈淑仪不道 希腊有民众就上个月 火车箱撞事故再上街示威 抗议当局罔顾铁路安全 部分示威演变成冲突 在首都雅典 有目击者引导 警方的起冲机 在有示威者聚集的街道上高速行驶 有大型物件被撞开 民众的尖叫声和硬物撞击声 此起彼落 有年轻示威者向防暴警察 扔石头和汽油弹 路上多处着火 警方就施放催泪弹驱赶 雅典和其他城市星期四继续有民众上街 警方说单在雅典市中心就有超过二万五千人上街 有人以不同的形式悼念上个月28日火车迎头相撞事故 上身的57个死者向当局施压 要求改善铁路安全 政府承诺下星期三开始重启铁路服务 下个月11日恢复正常运作 并且加派人手监察铁路安全 警察日报射评 香港刚刚踏入役后服上 机场却发生罕见事故 大批乘客昨天早上一度无法办理登机手组 更加有人错过航班 且立过机场明星同平价近年转差 役下排名跌仓身低 与刚刚重回绑守的新加坡大商径庭 本港还有国际航空宣纽的国家规划定位 机场硬件近年易见提升 但人力短缺明显 与大湾区近伦的发展差距正是急速收窄 有必要全面检讨 全力追赶才能够再次告费 明报社评 机场电脑系统昨天早早故障影响大批旅客 今次事件中 机管局在资讯发放方面明显存在缺失 局方强调发现系统出问题之后 有尽快通知所有的航空公司 但并没有立即对外公布 直到几个小时之后 系统恢复运作才作简单说明 局方做法有欠透明 应便处理手法同样需要相抗 东方阿布什林 香港国际机场 昨天竟然传离民所未闻的电脑登记系统故障消息 机管局一片轻描淡写 强调只有五班离港航班受影响 立法会议员更加是同一口径 认为只是个别事件 不应该大惊小怪 大事件是否真的一句个别事件 能够轻轻大贯呢 任何大问题都是始于小问题 因为大事化小 拒绝吸取教训 后果可不是玩玩下 又到中华来景时间 内地人口慢向高零化 令相关服务行业需求上升 西南有年轻人开公司 并用年轻人解决长者冲凉难的问题 00后的张卫做助育师已经有半年 服务过百位长者 为他们带来温暖和感动 他是一个奶奶 他是拉住我的手了 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说怎么了奶奶 他说小张你啥时候再来啊 我啥时候还能见到你啊 我说很快啊 我很快就会来见你 然后他是有一些就是激动的 他所属的养老服务公司 创办人也是00后 因为爷爷患病臥床 他和爸爸都难以协助爷爷冲凉 后来在机缘巧合下 了解到日本有助育师职业 于是开公司解决长者冲凉难的问题 目前中国这个老年化社会 很多的这个老年人 他有这个洗澡的这个需求 那对于他这个子女来说呢 很多的子女在照顾老人的时候 他这个其实是有其心而力不足的 当一个子女照顾一个卧床 或者一个半卧床老人的时候 他自己是弄不动这个老人的 所以说这个职业呢 也是在这种社会和这种社会 客户需求下催生出来的 他认为白线下围仙 帮助长者冲凉 是为社会所有长者尽效 无线电视记者彭建华报道 往西柳州螺丝粉 是受市场欢迎的网红小食 当地有年过70的乡村外敌生 发明酸笋切丝机 提高螺丝粉的生产效率 随着螺丝粉热销 它的重要配料酸笋也都需求大增 在柳州这间工厂 工人将业制好的酸笋放入设施机 设成均匀的条状 日产量近10吨 以前是没有什么设备的 只能通过我们传统的手工来切 切除那些也不规则 我们通过这个设备把传统研制的切得很好 一台设备就定义10-20公元的量 才能有这个产能出来 既安全又方便 发明这台设施机的是一个73岁的村民 他从来都未系统学习过机械知识 1975年去到农机厂做事 同团队设计研发打穴机等农业机械 受到周边村民欢迎 为了跟上时代进步 他自学电脑绘图 线切割 以及看电脑图等技能 现在是要电脑 没有电脑我根本做不了 边用边写 问好多朋友 翻译书来看 在书来用这个位图的原件 工得要你搞 要精准 有孙顺生产商请他制造设施机 他用了两年研发成功 不单止切割的宣设票外形美观 符合各项食品标准 而且设备的造价比国外同类机器低很多 令到乡镇企业和农民都用得起 2017年至今 他已经获得内地五项专利 无线电视记者冯卿汇报导 南京一个15岁少年 获经国剑桥大学取络为博士后 一起看他的成长历程 15岁的何怡德 3岁时候在雪地拿跑的短片 在网上引来热议 之后又驾过帆船、飞机 专业新疆罗布博 多次获得世界机械人大赛冠军 他8岁报名参加南京大学自学考试 上来通过22门课程考核 11岁就拿到南京大学销售管理专科毕业证书 之后完成本科 同时攻读碩士和博士 他总结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学习中 要给自己定目标 就是有目标之后 你再去学习 都会示范功倍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 用一些科学的工具 或通过录音笔或者是录屏 把听不懂的地方再去复习 他爸爸重商 重视对小朋友的培养 对孩子来说父母的陪伴尤为重要 因为陪伴让孩子能够坚持得更久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小的时候的行为习惯的一个养成 学习之余 何尔登也都很喜欢机械人竞赛 善于编制程式和操控 也都会学习南京剪纸等传统非为手工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无线电视记者彭建华报道 这次中华略影报道完 请休С 各位早晨 欢迎收听开始第一期 先跟大家跟进外围方面 史上曾经估计第一共黄银行将会有倒闭的风险 而摩根大通等的几间大型银行就出手援助这间中型银行 夹晚银行股反弹支持道指升三百几点收市 见着一个星期高位 而标指见着今个月8日以来的高位 纳指就升百分之二去到一个月最高 港管这一边今次早可以高开到235点 最新升193点 暴在19391点 成交方面38亿几 恒指期货三月份升265点 四月份升281点 成交方面有9100多张 会计港股有帮牌投位 1%过外的进象报在77.25 腾讯升跨近百分之二 阿里巴巴升8毫升不够百分之一 八道集团反弹跨近百分之八 平补升6毫半报51.1毫半 第六位的京东升1% 美团升跨近百分之二 瑞尔集团报在13.5毫四 至于港交所升幅超过2%报335元 比亚迪股份升超过百分之一报203.2 恒生科的指数升98点报3910点 先和大家跟下银行股 美国十一间大型银行联手 向被外界估计可能是下一个爆发擠题的对象 第一共和银行存款300亿美金 期望重振外界的信心 避免更多的中小型银行因为势体而倒闭 看到银行股方面都要留意欧央行的加息情况 都继续加息搬利 汇控方面就偏远跌2毫半报53.6毫半 渣打集团跌近百分之二报61.9 恒生银行靠韵升7毫指报116.3 东亚银行升8先报10元0八先 中银行香港升百分之一 业绩股都要谈谈了 见到长和去年多赚一成 至于长实的纯利就升百分之二 两间公司的牌息都有得增加了 不过两只股份就个别发展 长和升1%报48.4毫半 长实跌幅挨近半成左右 报46.3 至于禁风去年的顺利可以急升三倍 股份都可以升到2%过外报46.9毫半 至于里宁的业绩差过市场预期 常理升百分之一 每期息比升不够百分之一 里宁跌幅挨近一成报57.6 至于康洁药业 去年可以多赚百分之八 派息有24.14分人民币 股份有1%过外的进降 报12.52 当中都要留意俄女 都公布了业绩 去年纯利倒退4成4 股价没有升跌到3.86 至于韦利集团去年要转市5亿4千万 股份靠稳升2千 而建涛集团预告去年的纯利对退要最多6成7 股份靠稳 报27.9 至于同系的建涛即层版就预计 去年的纯利跌最多7成2 股份升幅1%过外报10.24 至于远大中国据料 去年可以留规划盈 赚至少7千万人民币 股份升幅若莫有一倍报7 还有国泰航空上个月的载客人数大幅增加 按年比较增加挨近35倍 股份升幅1%过外 至于福耀玻璃去年可以多赚5成1 派息有1.25分人民币 1.25人民币才对 见到福耀玻璃领的最新股份就靠稳 升到5千步在33.4 至于阳光能源就预料去年的纯利急升最多4倍 阳光能源股份抽升1成1过外 看起来月文 去年可以多赚到6成7 又说坏仗拨备不是因为项目出了问题 而因为要利用人工智能去协助作价 股份来说也有2%过外的升幅 报是34.3毫半 至于贝贺找房 去年的亏损扩大了 不过股份都升到 接近8%报49.3毫半 维押生物越过去年转舍最多5亿多人民币 股份升1% 至于信封房拓去年可分派收入总额达到2亿2千多万 报期设牌14.07先 股份升幅2%过外 还有光大银行获得中国华融增持 股份暂时靠稳升1先 而云顶新耀有新约获得国家约监局批准上市 股份升幅压近半成 报在19.56 看完百度集团发布了人工智能项目股价大幅波动 今天都可以反弹到超过百分之百 报在135.4 这次开始第击报导员再位 大家好,我是麦斯文 美国11间大型银行联手 向第一共和银行存款300亿美元 期望重振外界信心 避免更多中小型银行因为擠提而倒闭 直供银行突然倒闭之后 美国不少人拿回在中小型银行的存款 转去相对稳健的大银行 外界担心第一共和银行是下一个爆发擠提的对象 公司市值过去一个星期蒸发了三分二 为了重振外界信心 汪金大通、花旗和高盛等11间大型银行联手 在第一共和银行存款合共300亿美元 全部都没有法定存款保障 据报初步承诺 存放最少120日 也都获监管部门大力支持 美国财长耶伦出席参议院听证会那时解释 为直供银行所有存款包底 是担心擠提蔓延 引发金融系统风险 示意不会所有银行都获得同样待遇 华尔街日报认为大型银行通过存款向中小型银行注资 虽然可以解决急切的流动资金危机 不过难以每间银行都较助 而且也都未解决问题根源 即是迅速加息对管理资产和负债的挑战 路透引述消息说 加州地区银行Pedwest 也都同投资公司初商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星期三的一个星期 联储局通过贴面窗 向银行借出的短期资金 达到破纪录的1500几亿美元 明显高过金融海啸当时的1100亿美元 连同为倒闭的直公银行Signature Bank 善后还有因应事件推出的新融资计划 一个星期已经向银行注资3000亿美元 至于获瑞士央行贷款 最多500亿瑞士法郎的瑞信 据报在内部通讯强调 流动资金指标没问题 也没有生存危机 虽然当局曾经考虑 给瑞信和同业瑞银合并增强实力 不过两家银行都反对 希望维持独立发展 报线电视记者黄文天报道 法国政府引用宪法特别权力 而沃国民议会 强推备受争议的退休改革法案 触法国界不满 反对党议员表明会提出不信任动议 共会号召下星期四大罢工 有民众上街抗议和警察冲突 法国政府宣布强推退休改革法案之后 无奈 几千民众星期四晚在巴黎示威 和防暴警察爆发冲突 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驱赶 总理博尔早前到国民议会 在表决前几分钟宣布政府强推退休改革法案 反对派议员向他学倒彩 郭义说 法案表决有差几票的不确定性 政府不能够让国会175个钟头的辩论白费 被必须推行的改革成为赌注 所以政府运用宪法第49.3条赋予的权力 无需议员投票 强制通过退休改革法案 但宪法第49.3条同时赋予反对阵营 在24小时内提出不信任动议 如果动议通过 内阁必须总辞撤销法案 多个在野党派反对政府决定 表示强烈不满 认为退休改革法案失去正当性 政府做法伤害民主 将国家推向危机 反对派政党说 会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之前 提出不信任动议 在议会外就会继续号召群众上街反对法案 直到马克龙下台 马克龙政府提出将退休年龄 由62岁调高到64岁 做事至少43年才能够领取退休金 认为可以改善法国的经济 加强竞争力 法案被视为马克龙五年任期 今年届满前最重要的政绩 但法案引起极大争议 民众一月开始 持续上街示威和罢工触发连长冲突 法案获参与院通过之后 马克龙原本希望交付国民议会表决 但去年执政联盟在国会 失去占多数移植的优势 增加法案获通过的不确定性 马克龙政府被迫运用宪法权力 强制推行 无线电视记者李澤浩报道 英国政府以安全优先为理由 下令政府人员立即停止利用公务手机 下载中国短片分享平台TikTok 中国驻英大使馆批评 相关的决定是基于政治目的 当出英方不好犯法 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英国政府基于安全忍忧 决定继美国、加拿大、比利时和欧盟委员会之后 即时禁止公务手机下载中国短片分享平台TikTok 防范有敏感资料落入中国政府手中 杜永敦表示 禁令生效之后 公务手机只能下载事先批核的应用程式 同时只有在业务要求下 才能够极有限度地使用TikTok TikTok近年在全球各地迅速兴起 英国有政府部门以至内閣大臣 都越来越冲于用TikTok等平台 同选民以及年轻人沟通 国防部在政府宣布禁令之前没有近来 在TikTok上载英军训练乌克兰军人 操作挑战者以主战坦克的短片 TikTok对英国政府的封杀感到失望 认为有关决定是建基于错误观念 及及受广泛地缘政治驱使 但TikTok和他们在英国的数以百万计用户 并不涉及这些政治 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 也批评英方出于政治目的 而不是基于事实作出有关决定 干扰有关企业在英国的正常经营 有选国际社会对英国营商环境的信心 最终只会损害英方自身利益 敦促英方尊重客观事实 遵守市场经济规则 及公平竞争原则 不要犯化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 透明 及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美国也继续关注TikTok引起的国安问题 白宫发言人柯比表示 拜登政府支持共和民主两党的参议员 在今个月初共同提出 就赋予政府新权力 应对外国科技威胁立法 有关法案为政府提供新机制 防范外国政府利用在美国运作的科技服务 对美国人的敏感资讯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 变相容许政府封杀TikTok 在北京 外交部批评美方至今未能够拿出证据 证明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美方应当停止在数据安全问题上 散布虚假信息 停止无理打压有关企业 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 提供开放 公平 公正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汪文斌敦促各国 不要再犯法国家安全概念 对付竞争对手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宜 国民委员英外长陈刚 和乌克兰外长富列巴通电话 一类河乌危机延档 呼吁不要关系政治解决问题的大门 陈刚昨日和富列巴通电话时强调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 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致力劝和速谈 呼吁国际社会为和谈创造条件 中方对危机延档升级 并可能失控感到忧虑 希望各方保持冷静理性克制 尽快恢复和谈 从推动重返政治解决轨道 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 为对话谈判保留希望 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和挑战 都不要关死政治解决的大门 中方将继续为停火指战 缓解危机 恢复和平 发挥建设性作用 富列巴就说 中方关于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立场环境 体现了推动停火指战的诚意 希望和中方保持沟通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宣布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升格为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 不再保留单切的国务院港澳办 港澳办发声明说 改革反映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 和港澳工作的重视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刚发布之后 在北京的港澳办门外 仍然未增加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的牌 新的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基础之上组建 作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 承担在贯一国两制方针 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 依法治港治澳 维护国家安全 保障民生福祉 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等方面的调查研究 统筹协调 督促落实职责 改革之后 将类似国台办现在的做法 即是保留国务院港澳办牌头 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港澳办其后发声明 形容改革充分体现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 也充分体现中共中央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决心和意志 有利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将会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和部署 落实机构改革 1978年成立的港澳办 最近一次体制调整是在2020年 由副国级的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 兼任港澳办主任 原主任张晓明就改任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维持政部长级身份 改动实际上将港澳办性格 中共中央同年也都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 取代2003年设立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 并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担任组长 夏宝龙就担任常务副组长 无线电视记者陈金布报道 翠珠福尚 本地和境外电影业界交流更加频繁 日本地导演希望政府可以多同国际接合 协助本地电影在国际银幕登场 曾经被誉为东方荷里活 不少外国人认识香港 都是透过电影镜头 重塑经典的地道电影场景 这里不是片场 而是一连四日在会展再次实体举办的 香港国际影视展 翠珠福尚 来自三十个国家和地区 一共七百多个参展商 混习香港交流 其中约一半是来自内地 亦是历年最多 有意大利电影节负责人 亲自飞来香港选影展作品 当地电影节过往二十五年 曾经将超过三百部香港电影 带到欧洲首映 包括前年上映的黑白电影致此 最终亦都在意大利获奖 亚树桃香港故事 除了其中 严树桃香港故事 除了靠旅游 还可以靠镜头 又香港导演就说 越是本地的题材 在海外市场反而越受欢迎 曾经凭收到电影作品 获国际奖项的陈泳生说 近年香港电影在国际市场有成绩 建议政府成成出击 多些发行的网络去帮忙 如果落到地之后可以再做更加多 而不是只局限于某几场放映的话 一定会帮到我们更加好 香港电影原来有新的时代 不再是他们认知的八九十年代的纯粹动作片 如果多些不同的宣传会帮到我们会更加多 他希望在不同地方都能够看到香港电影的中影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导 最近发售的新盘销售反应普遍不错 但有地产分析员认为 今年宏观环境不利流市 对前景不太乐观 三月新盘市场迎来推售潮 六个全新盘涉及超过3600伙新单位供应 有地产分析员就预计 新盘推售潮在往后一段时间仍然会持续 有半年的情况之下 发展商基本上就没有开过任何新盘 而且在2023年我们看到 职存的货尾 或者以往一路卖剩的货尾 再加上新批出的留花同意纸的货 再加上正在申请留花同意纸的货 总共加上接近有9万个单位 换句话说 这一类货其实市场需要时间 一个长的时间才可以消化 他认为往后推售的新盘 都要倾向以低于市价发售 才可以成功销售 何况大环境仍然不利流市 所以他对于前景不是太乐观 有地产代理就表示 政府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当中 下调了部分物业的印花税 加上引入人才计划 对于楼市都起到支持的作用 中价楼增加了 中价楼增加了一个循环 例如一千至二千又增加了 又不用拘捕着那个小价楼 小价楼的业主 例如二手卖了首托城楼 他去买中价楼 又是一个换楼链出现了 都是后市挺乐观的 陈永杰指出 2021年疫情期间 新盘的推盘量和成交额 都录得纪录的高位 在今年经济复尝之下 新盘市场将会再有突破 无线电视机者林卓良报道 星岛日报社论 流氓美国的中国富商国文贵 过去六年来一直被美国右派 捧为反华力量的核心人物 谁知一夜之间 变成大骗子而被驱控 郭文贵满嘴方言 他能够在美国政商界吃得开 价格人华府反华势力 需要借助他来抹黑中国 而对他在网络诈骗 只眼虚只眼闭 随着他的政治价值下降 才采取法律行动 美国人最终要为此自吃苦果 大公报时评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其中明确在国务院港澳办事务办公室基础上 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这个改革目的是为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为了将一国两制执行得更好 实施得更好 重复体现中央对港澳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 重复体现中央坚定不宜 推进了国两制伟大事业的坚定决心 新报社评 港澳办经过四十几年的演化 由当初的低调含蓄 变作如今拔高至中共中央层面 必然更有力和有力推动香港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港澳办性格的优点毋庸置疑 但当今全球政治局势极度复杂 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余 如何维持国际社会接轨 就存在着或低或少的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